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360 讲记第一集 节药 第十四条 人否也好 天灾也好 根本问题在人心 在情书字药里 卷选出来的经句 多讲得很透彻 这一条讲天灾人否 人否也好 天灾也好 为什么有天灾人否 他根本的问题在人心 现在人总是把天灾人否推给自然灾害 实在讲自然没有灾害 这个自然灾害怎么形成的 关键是人心不善 造作恶业 感召而来的 所以无论天灾人否 多是人心不善造成的 这个道理在前书字药里面 选择出来的经句 对这方面 你都讲得非常透彻 我们人要负责任 不能把这些天灾人否 通通推给自然灾害 跟人都没有关系 实际上这是人的问题 在太上感应篇 《开宗明义》一开始就讲 祸福无门 为人自造 善恶之道 无人自行 灾祸无报 他没有门 不是谁安排的 不是上帝安排的 也不是颜何王安排的 何有人 人自己造作善业 恶业感召来的 造作食善业感召了 就是风调与顺 活泰与难 造作食恶业感召这个自然界的感召 就是风不调与不顺 活不泰 民不安 完全都是人类 人心造作善恶业 所感叶的 知道这个事实 要化解天灾人火 唯有人心断恶修缩 改恶从善 这些灾难就没有了 如果人心还是执迷不悟 不断的重疑 这个灾难啊 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这个道理啊 我们不能不明白 好 这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不会增长 罚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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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